要说演艺界里的拼命三娘可真的不少啊 生产后闪电复出的Angela Baby养颖绝对算是一个 不过这位新鲜辣妈呢 近日却被爆出在拍戏途中 突感腹痛 不得不前往医院看病 好生让人担心 一起来看新闻 脸色苍白疼痛暴度 近日正在北京拍摄某电视剧的Angela Baby 在拍戏途中突感不适 最后硬撑着拍完自己的戏份后 才去医院查看病情 对此Baby方面工作人员表示 小妮子这次肠胃炎犯了 马上就有粉丝联想到不久之前Baby的发言 我平时体重是90 最胖的时候是108斤 然后生完之后是101斤 宝宝实际体重是2.95公斤 就是自律不吃 肠后两个月就剪掉了11斤的脆肉 恢复状态Angela Baby当时就坦言 最关键的是管住嘴 而在Baby的拼命史中还有更狠的 我要哭了 被高高弹起抛进水中 当年在某真人秀节目中 Angela Baby就曾连续两次受罚入水 当时就有观众发现 虽然Baby看上去很嗨 可最后当所有选手都跳入池中时 我有他裹着毛巾在岸边不动 直到很久以后节目组才透露 其实Angela Baby那时正值生理期 所以每一次被罚钱他都很害怕 而2017年升级当妈后 Angela Baby又马不停蹄地回归真人秀 第一个挑战的游戏又差点受伤 虽然经过剪辑后的Baby嘻嘻哈哈看起来没啥事 但据目击者称当时杨颖一度躺在地上无法起身 事后还去医院做了检查 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感动的 就是说妈妈只有一双手 选择搬砖就没办法抱你 选择抱你就没办法搬砖 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 我希望他以后是可以崇拜我 他也自觉的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如此拼命的背后是Angela Baby 为目则强的觉悟 但是以身体为代价 还是有待商榷 因为有一位前辈的教训就在眼前 时髦的穿搭配上拐杖 是不是让人觉得十分突兀 可这就是28号张伯芝的真实模样 由于近几日香港连日暴雨大风 张伯芝的脚步就急发作 他更上传一段视频表示 年纪大脚还没好 搞到又风湿 现在又要冒着风雨去治脚 真的痛救命呀 虽然今年才37岁 但18岁就出道的张伯芝 20岁出头时就曾在某慈善活动中 因为飞车表演发生意外 至尾龙骨第12节压扁破碎 差点瘫痪 而昏灭之后 他又一肩扛起了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 排戏不怕环境严峻 上综艺干起农活也毫不马虎 2016年他更是接下动作片 失控 幽灵飞车 所有的动作戏都亲自上阵 危险的程度让儿子都很是担心 儿子是茁壮成长了 但长年累月的天心让张伯芝也落下了病根 小的是年纪24岁的昆林近日也发出了感叹 体力我觉得确实比以前差 仗着自己年轻力强 昆林在演艺界的复出排行榜上可谓名列前茅 第一胎时他产后两个月就飞国外时装周了 大家好 我是海南昆林 跟我一起去米兰看秀吧 第二胎更夸张 晨完第三天就跑去试镜 这个难得的机会就是和巨石强森合作新戏 为了进军好莱坞的机会 昆林忍着场后尚未贫富的剧痛 就开始了隔空试镜工作 各位艺人的拼劲而着实让人钦佩 但小编想说 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大家努力工作的同时 千万也要爱惜身体啊 新雨乐再见 综合报道 谢谢观看